出道东京,周吉和老伴父子就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拥挤的车站中,两位老人蜷缩在一角,拘促地等待着小儿子昌次来接 但粗心的昌次却弄错了车站 周吉等得有些不耐烦,便决定自行打车去打儿子姓一家中 出租车上,父子小心翼翼地看着事先准备好的地图 指挥着司机,生怕会迷了路 而司机则有些不耐烦地告诉他 车上装了导航,不会走丢的 看着这都市里的新鲜玩意儿,父子心其中又带着几分落寞 老两口这次从老家来东京,除了要吊咽一位老友外 最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在东京各处打拼的儿女们 张子姓一已成家多年 医学博士毕业后,在东京市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生活已趋于稳定 女儿子子则在东京经营着一家美发厅 虽然总是忙忙碌碌,但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最不让二老省心的是小儿子昌次 自小岁性的他已年近三十,依然没有成家 现在靠着舞台设计的兼职,勉强维持着生活 未来二老的到来 大儿媳特意腾出了孩子的房间 这惹得孙儿有些不悦 傍晚时分,两位老人总算顺利到了家 早早等在这里的儿女们都很开心 但言语间却多了些客套,少了些亲密 一家人还没来得及吃团圆饭 长孙便要去上补习班了 他像完成任务一般和爷爷奶奶道别 而奶奶则有些心疼地感慨道 东京的孩子真是辛苦啊 天黑后,小儿子昌次匆匆赶了回来 上楼问好时,两位老人提及他儿子的朋友 昌次调笑道 他呀,上学时就是一个不良少年 而一旁的哥哥却板着脸说 你还是等自己能独立生活了 再去说别人吧 父亲问及昌次的工作状况 昌次有些不耐烦地回避说 反正饿不死 父亲便也无法再继续追问下去 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聊起老家的熟人 他们之中,有些远嫁他乡 有些棍居一人 有些则早已故去 说到此,女儿姿姿提醒父亲 一定要好好待母亲 你要老实 一个人独居可是一件可怜事 而父亲则笑着调侃道 你妈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要走也该是我先走 这样才幸福 姿姿称怪父亲乱说 调笑着解说了话题 深夜时,儿女们散去 有些疲惫的周吉对老伴说 真是漫长的一天呀 而夫子却幸福地感慨道 孩子都到齐了 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这样团聚过了 幸亏这次一起来了东京 第二天 长子姓姨一家 本打算带父母 在东京四处逛逛 但一个临时的病患打乱了行程 姓姨匆匆出了门 以穿戴整齐的两位老人 只好继续待在家中 小孙儿因行程取消而生着闷气 父子陪他去了附近的公园玩耍 在都市的映尘下 这小小角落里的祖孙 显得渺小而孤单 奶奶想和孙儿说说话 而孩子却沉浸在玩乐中 只是敷衍地回应着 之后 老人又来到了女儿姿子家中 而姿子也整日忙于美发厅的生意 无暇顾及父母 下雨天 两位老人只能中日待在楼上 陪伴他们最多的设电视机 报纸和手头的针线包 女婿觉得二老实在无聊 想带周吉去泡温泉 他会声会色地描述着温泉的舒适 而老人似乎并无多少兴趣 同样无法带父母出游的姿子 最终给昌次打去了电话 第二天 两位老人在小儿子昌次的陪伴下 总算是出了门 观光车上 老人饶有趣味 而通宵工作的昌次却昏沉欲睡 这或许是城市坏浪潮中的常态 儿女们早已倦待的日常 却成为了老人眼中最新奇的风景 餐馆中周吉又询问起昌次在做什么工作 昌次解释了很多 但父亲却觉得儿子得过且过 完全没有规划 只想着轻松地混日子 父子之间的对话依旧没能进行下去 但周吉还是让老伴 偷偷把自己的饭菜分给了儿子一半 无论如何 有昌次陪伴出游的二老是开心的 而当老人刚刚体会到一点乐趣时 毛鱼店中生意的姿子 却正和哥哥姓姨商量着把父母送去宾馆住上几天 他店里有位顾客 是一家星级宾馆的老板 可以给到优惠入住 兄妹俩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他们觉得相比在吵闹的东京街头下逛 还是在豪华宾馆里悠闲度日 更能让父母感到开心 商议好供出费用后 兄妹俩如是重负 宾馆比想象中还要豪华 窗外是高楼眼影下的摩天轮 和欢呼着的年轻人 而冷清的房间里看着眼前热闹景象的老人 却在为天黑之前做些什么而犯愁 能做些什么呢 大概就只能这样坐着看看天 直到天黑吧 晚餐也很丰盛 服务生耐心介绍着各种高级食材 而两位老人却显得十之五味 夜晚 闻天轮上亮起绚烂的灯光 父子想起身拉上窗帘 周急阻止了他 医生说道 再多看会儿吧 这也算是平常看不到的景色了 他们想起年轻时一起看过的电影 那里面也有一个闪着美丽灯光的巨大摩天轮 夜深时 老两口躺在床上也不能寐 父子感慨道 这么豪华的床 反而睡不着了呀 第二天 坐在场地上的老人 就像两个孤独的 无所事事的孩子 周急想起在家乡养的狗 冰星前 他们把他托付给了邻居小女孩学词 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老两口有些想家了 而女们的生活状况也也大致看过 他们决定退掉酒店的房间 调研完老友后便返回家乡去 起身时 父子一个量抢跌倒在地 这个没被放在心上的动作 却预示了父子这趟东京之旅最后的命运 子子因父母提前回来而抱怨不已 晚上他要在家中举行商业街的聚餐 无法安置老两口 刚刚坐下的老人 不得不再次离开 可是去哪呢 他们不想再去麻烦大儿子一家 于是决定分开行动 一个去找东京的老友找田借宿 一个娶小儿子唱刺的住处 两位老人就这样互相搀扶着 离开了女儿家中 广场上周姬感慨道 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泡出去的水啊 字子小时候可是很孝顺的 父子微笑着说 还不是因为你只对儿子严格 却对女儿百依百顺 调研过老友后 周姬和找田一起去了酒馆 多年未见 找田心中似乎欲绝了很多愁绪 嘴里不住地说着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了 原本因健康原因而谢酒的周姬 在老友的劝说下 再次端起了酒杯 九一阑珊中 两人说起各自的子女 都是满脸的愁容 找田为了面子 把这是族长的儿子 说成是部长 大家都觉得他有一个出息的儿子 而唯有他自己知道 儿子婚后只知讨好老婆 对一起居住的他尽是险气 说到此 赵天羡慕起周吉来 说 还是你最幸福啊 家里出了个医学博士 带着老伴来东京游玩 还可以在儿女家轮流住 而三两杯酒下肚的周吉 也说起自己的烦恼 他原本希望儿女们 能够留下来建设家乡 但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东京 现在老家越来越冷清 连中心切的店家都纷纷倒闭了 最后 周吉带着醉意感慨道 这个国家是哪里出问题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呀 两位就有阴久之深夜 赵天最终没有带周吉回家中留宿 他怕会面对儿媳的臭脸色 而另一边 来到昌厕住处的父子 却意外地见到了儿子的女友季子 季子温柔善良 正让父子开心不已 他们一起吃了饭 相约下次 一定要让季子见见昌厕口中 不好相处的父亲 季子离开后 昌厕请求母亲 将季子的事说于父亲 而母亲却让昌厕自己去说 他告诉儿子 这不是一件寻常小事 如果你珍惜季子 就该找你爸亲口说清楚 到时候我会帮你说话的 第二天 悉心的季子送来了早餐 父子给了他一些钱 说 这原本是要给昌厕的 但自己的儿子 没什么财务观念 所以交给季子保管 会更放心 老人打心眼里认可了 季子这位儿媳 周吉找父子一步 回到了姓一家中 宿醉的他没有寻到住处 最终还是去 季子那里过了夜 宿醉未醒的周吉 精神有些恍惚 而姓一却埋怨父亲 昨晚为什么不回自己这里 父子带着笑意进门 他告诉老伴 这一趟真没把去唱次那里 总算了了一桩心事 然后开心地迈着棺子上了楼 而也许是命运弄人 父子还未来得及 和周吉分享自己的喜悦 便倒在了楼梯之上 看着探倒在地的老伴 周吉惊慌地 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父子被送去了医院 得知消息的姓子 依旧发着牢骚 店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母亲病得真不是时候啊 白天时 只有周吉和儿媳照看着父子 姓子承诺会尽快赶来 而姓一也还有诊所的事物要忙 天黑后 姓一将最后的诊断结果 告诉了父亲 得知老伴失日无多的周吉 怅然若失 仿佛人生一己无异议 长寺赶到医院时 姓子已等在那里 一家人总算到齐 长寺将自己和姓子的事 告诉了父亲 但躺在那里的母亲 却也无法再帮他说话 一家人经历了短暂的悲伤后 便商议起葬礼的细节 唯有周吉站在天台上 看着畜生的朝阳 恍然出神 父亲 什么都在这儿 什么都在这儿 啊 很漂亮的夜明 兄弟 今后的事 要多招待 不 正确 嗯 回家乡市 村人们已早早赢在那里 他们对夫子说 欢迎回家 看着周吉手中捧着的盒子 连举女孩雪子 男人哭出声来 一场仪式结束后 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起往事 而周吉一直沉默着 他想起从宾馆离开那天 老伴突然摔倒之事 子子埋怨父亲 为什么不早些告诉哥哥 而姓姨则狂威说 不是这个原因 就是时间到了而已 另一趟前 子子张乐器分遗物之事 唱次有些气氛地提醒他说 葬礼才刚刚结束 子子惺惺地回说 我也是为了缅怀嘛 收下他珍藏的衣服怎么了 眼看姐弟俩要争执起来 周吉只得开口劝阻他们 杏姨提出 要父亲同他们一起生活 为此他要先扩建一下 东京的房子 但父亲拒绝了 他说自此以后 自己不会再去东京了 天音沉了下来 台风即将过境 杏姨和姿子 匆匆向父亲告了别 他们要在暴风雨来临前 赶回东京 反而是最不让父亲省心的仓次 和还未与这个家庭 正式却立关系的 妻子留了下来 这些天 两人照顾着父亲的起居 修缠了家里的老房子 但天气放晴后 他们也不得不离开了 真是个好姑娘啊 临行前 周吉对妻子说了和老伴一样的话 而女们匆匆忙忙回了东京 妻子却留了下来 不厌其烦心甘情愿地照顾着自己的生活 这让周吉很是感激 听到周吉这么说 妻子有些惶恐 他说 自己也并非不厌其烦 甚至觉得有些拘束 还时常惦记着在东京的工作 看着坦诚的妻子 周吉再次去心班说道 果然是个好姑娘啊 他把父子留下的手表交给了妻子 并希望他能和尝刺一直走下去 精致的事 在离开的轮道上 妓子将父亲说的话告诉了昌慈 这一刻父子之间也总算达成了和解 终于所有人都已离开 周吉一个人 孤独地坐在空档的房间里 邻居小雪送来了换洗的衣物 他对周吉说 自己以后每天都会来照顾爷爷的起居 说完便牵着狗出了门 此刻岛上阳光正好 而这样传统的东方式的温情 也许只有在这个 鼻涩的小岛上 才会继续存续下去吧 东京家族上映于2013年 其反拍自1953年的老电影《东京物语》 《东京物语》拍摄时 日本城市化一时 导演小金二郎 希望用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琐碎日常 带出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家庭制度崩溃的主题 而在山田阳次拍摄《东京家族》时 60年已过去 期间城市化的进程轰轰烈烈 一代代年轻人从乡村去往城市打拼立足 乡村日移掉毙的同时 也伴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 城市化似乎取得了理想中的效果 但当我们再次回看这两部作品时 却无奈地发现 60年前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当代人 时代变了 人心却没有变 长大的孩子依然要背景理想 年迈的父母依然无法跟上飞速即时的现代社会 而传统的东方式的亲情关系 也仍未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妥善安置 这是日本60年间所经历的变迁与困惑 那正处在城市化浪潮中的我们呢 我是腾景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